茶叶蛋配少少的油饭 再加一罐豆浆 福山国小营养午餐 被家长检举 分量太少 孩子根本吃不饱 我们觉得 为什么今天的菜色那么少 就是比平常还要少一些 校方解释 因为高雄市原先公告 5月5号开始限水 常商在星期三推出限水午餐 5月5号的菜单 炒面和一个猪肉饼 少了水果 该以柳橙汁替换 5月6号换成了香菇油饭 配一颗茶叶蛋 热汤变成了豆浆 平常的营养午餐 是三菜一汤 还有水果 相比之下 限水午餐的分量 明显少了三分之一 只是家长抱怨 后来停水喊咖了 为什么还让孩子吃限水午餐 那所以当时候厂商就是在 之前的星期三星期四 他就事先 因为当时候还没有确定 到底停不停水 所以他就会事先 把食材的部分 菜色部分先提供到 学校这边来 面对家长疑问 校方出面回忆 也在学校网站公告 因为限水公布时间 厂商备菜需要三个工作贴 来不及换菜单 才会让孩子吃限水午餐 那两天没有停水 但是厂商依旧是提供 一个限水餐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做一个检讨 就是说要求厂商在 5月份的一个午餐会议当中呢 要就这个部分来提出做说明 原本因为限水 厂商为了省水减少洗菜的用水量 结果没有限水却让孩子吃限水午餐 校方不满 厂商便宜行事已经要求改进 记者吴国珍宋佩文高雄报道